第1430集 可惜呢 一群人不知道都是人精还是看出了异常 那还是太热情了 对他极力挽留 他居然无法脱身 而且就在这时有人禀报 李九霄神王到了 这意味着 姬彩轩神王估计也已经在灰色交易区内了 楚风硬着头皮坐在这里 一会儿相遇后 这算是情敌碰头 还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呢 李九霄来了 温文尔雅 拥有一头雪白的长发 面孔也白颈如玉 带着笑容 行走于山底间 朝臣脱俗 许多见过他的人都暗叹 此人当真是一如既往的俊朗 称得上是风神如玉 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 父亲 一株又一株的赤岩松乍根 满树通红 赤光艳艳宛弱 硕大的火炬 所有人都起身相迎 面对这种天下文明的神王 如今牌围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天总强者 无人敢拖达 离神王驾龙 有事愿赢 风华仙子微笑 虽然这么的客气 但是他拥有惊人的身份 并不比对方地位低 仙子客气了 昔年我们坐而论道 一别三年 李某记忆犹新 今日有幸又见 李九孝 步履从容 带着温和的笑 他的风采实在过人 白衣圣雪 连鞋瓦都如此 看起来干净而雅结 再加上神王独有的内敛气欲 让人见之变神仪 风华仙子 红色长发经营 丹凤眼十分美丽 红唇鲜艳 笑容非常迷人 请李九孝就坐 相对来说 跟这两人同层次的彭皇 就显得少言寡语了 只是点了点头 对李九孝做了个请的动作 至于其他人都微笑 表示欢迎 上前见礼的见礼 打招呼的打招呼 就是一直冷着脸 对楚风流露杀意的 泰晤传人武成 都难得的绽放笑容 主动而热情的上前去见礼 楚风这叫一个别扭 到底还是跟李九孝遇上了 虽然现在对方还没有注意到他 再跟凤凰彭皇等人交谈 但是他觉得多半躲不过去 他混在人群中 随大六攻了攻守 希望能猛混过去 尽量不与此人对视 当年见到李九孝时 他才是八个月大的银孩 肉堵堵的 满脸的胶原蛋白 而现在他已经五岁半 母养大变 不得不说 李九孝个人魅力十足 与一干人相谈 没有冷落谁 始终带着灿烂的笑容 事实上 他一向如此 气质出众 但却不破人 温和尽人 绝对是一个容易让人生出好感的儒雅神王 只要不遇到当年的雷震子 他就不至于失态 楚风暗自咕噜 这货似乎比以前还出色 更加的风神俊朗了 再想想 自身还是一个毛孩子 他就一阵的想叹气 演一下 真是没得比啊 我对彭皇兄一向最为钦佩 由平凡到不凡 这种转变何其的艰难与惊天 有几人可做到 注定要在进化史上留名 李九孝 多以彭皇很看重 同众人一一打招呼后 同彭皇捧杯 应付这种场合很从容 始终都让人觉得如暮春风 楚风复飞 这货每次看到他是都在喊打喊杀 可是对别人却这样的和善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当然 他直接忽略了自己当初的各种举动 毕竟他觉得自身或许是受害者 楚风数次举杯 遮盖半张脸 同时也尽量不正面 面对着李九孝 他盼着这货早点离开 没事总是可这里笑咪咪的作甚呢 还好 李九孝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跟脚 毕竟几年过去了 当年的孩子变化很大 这里的气氛融洽 众人谈得很投机 大多都是天尊门徒 彼此结倒也不至于觉得低谁一等 不过楚风也明白 这些都是表象 一旦以后有了冲突 依旧会有可怕的血战 而这里是灰色交易区 注定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战斗 所有人都要遵守此地的规则形势 所以不如和和睦睦 因为这些都是聪明人 除了武成 妙天 妙玉 优于这种孩子 会将心情露在脸上外 其他人都无法看透 凤凰打趣 李兄 这次依旧是为鸡仙子而来吧 一些人多日时露出笑意 谁都知道 李九孝神王在追求鸡彩轩 算一算时间 都快追了十年了 他的确来了 一会儿各位应该能够见到 李九孝神采焕发 眼睛都比刚才炯炯有神了不少 就在楚风庆幸 觉得可能顺利躲避过这一劫时 李九孝朝这边望了一眼 顿时有些狐疑 他是神王 而且是阳间最强神王之一 哪怕是不经意解 没有特别去留意观察 可也心生感应 他觉得这个毛孩子有点特殊 有些古怪 即便楚风喝酒掩饰 可李九孝还是看出了问题 他依旧是温文尔雅 脸挂笑容 这位是 他叫吉达德 由于很主动的介绍 最后更是小声嘟弄了一句 其实 他挺缺少道德的 我看这位小友有些面善 气质出众 李九孝赞叹 楚风心虚 被这样夸赞 他真是受之有亏 但是他很快又坚定的认为 自己本来就是这么的出众 尽管夸吧 同时他也笑起来 跟一朵机关花般 那么的妖艳于灿烂 觉得真是开心 对方似乎并没有认出他 李九孝心中疑症 怎么感觉这孩子的笑容 有些熟悉呢 这位小兄弟 越看越是面相不凡 以后绝非持中物 李九孝嘴上称赞 可心中却愈发的呼吁起来 主要是 楚风的容貌变化太大了 跟婴孩是完全不同 由于五成都在瞪眼 听到姬大德被黎神王这么夸奖 那可真是非常的心理不平衡 李九孝进一步询问 不知道你石城何人 来自哪里 由于撇嘴告知 他是变荒那嘎的出来的 楚风立刻知道坏事了 即便他现在容貌大变 而且故意将气质更改 可他依旧认为对方身为神王 感应太敏锐了 一定会有所觉 果然 特殊的感应生效 李九孝即便是面对这个完全不同的孩子 他心中一画过一道闪电 知道是谁了 只能说 这种顶级神王太可怕 他原本还满脸是笑 可是现在 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 然后 李九孝勃然贬色 你是 雷震子 他差点给自己一巴掌 刚才居然在夸赞这个小子 他想吐血 此时 李九孝彻底对上号了 数年前的一幕幕往事 全部浮显出来 一瞬间 他面孔冲写 所谓的儒雅神王 几乎要狂暴了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这时 楚风开口了 硬着头皮 摇动小手 跟李九孝打招呼 甚是想念 李九孝听到这种话 在看到那张笑得跟花孤朵似的小脸后 直接开了锅马 他脸色铁青 嘴唇发紫 哪里还有儒雅神王的气韵可言 跟平日的超然风采完全不一样 并且 他已经探出一只手向前抓去 要一把捏死这个雷震子 遇上这个小子 不立刻毕掉 留着过年呢 一刹那 神王血气激荡 但是气息就足以让楚风死上一百回 并且会误伤 武成 妙玉 忧郁等小妖孽 李九孝 沙发果断 没有一点忧郁 直接就下死守 所有人都呆住了 都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爆发 不久前 他还在夸赞鸡大德 说看着面善赞他不凡 怎么就突然翻脸 直接要抹杀呢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强如彭皇都来不及阻挡 而最靠前的凤凰 也只能释放领域 庇护忧 不过 料想中的一团血物并没有爆出来 姬大德依旧站在那里 而在他身前则出现一只手 凭空显化 无声无息 那只手将所有绽放出的神王光滑 都攥在当中 宛若一口黑洞 将全部能量与符文都抓进掌心中 同时 李九孝神王的拳头也被这只手抓住了 前进不了分毫 僵在了半空中 刺激 时间仿佛停止 天地都凝固了 所有人皆一阵精神恍惚 被一股莫名的领域覆盖在当中 于模糊界 一个男子浮现 身材不高 只能勉强算是中等使他挡住了李九孝 他沉默无声 戴着一张实质面具 满头挥发如同大理师刻出来的 很浓密 但是却寂静不动 他自身也犹如雕像 就是这样一个人抵住李九孝神王 无声的阻住他的道路 一只手而已 将其爆发的神王符文 全部禁锢在掌心 如同熄灭烛火 直到这一时 众人才如梦方醒 若是来了一个不可揣度的进化者 挡住了天下第十神王的寒怒一击 楚风暗自擦了一把汗 忍不住自语 当真靠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